前两天这个习近平访问越南的时候 有人发出来的这个央视的一段视频 其中有一个抓越南国旗的人 诉了一个宗旨 这个照片昨天我就看到了 然后今天我在这个这个网上又重温了一遍 确实是诉起了宗旨 而且的诉宗旨的这个左手 他其实还握了一面越南国旗 然后仅仅是如此吗 是吧我们看到的更多 有一个们儿在网上公布了另外一段视频 是关于这个习胖 向这个越南的主席敬酒的 习胖站起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右手端的酒杯 然后左手拖着底 像人家敬酒的时候 这哥们儿 根本就没料他 甚至可以说连正眼都没看待一下 这是一个比习胖 上台时间更早一年的 这个越南共产党的总书记 是吧 阮富重 让人们想到了什么 就有点不正常 对吧 其实我在网上搜了一下2014年 习胖摆着一个臭脸 跟着一个安倍 第一次握手 那个时候 他一直在说 这个不与安倍集团打交道 但是被迫 这个觉得不打交道不行 在安倍会议的过程中 两人见了个面 但整个他 这体语言表现出来的 都是那般不屑 比后来几年 他让这个 安倍到北京来 在北京挂起了这个 日本的国旗 是吧 在天安门广场挂起了日本国旗 然后要求搞东亚共荣 就听起来是 很可笑的一种 转变 你看到他那张凑脸的时候 其实我总觉得 他是一个肢体语言 比较丰富的人 前段时间在 泰国 大家都知道 在亚太经合会议的时候 他不愿意跟这个 东道主 泰国总理巴欲 有翻译叫帕拉欲 其实也是一个 军事政变上来的一个领导人 不愿意跟这个巴欲握索 然后巴欲非常尴尬 摸了一下鼻子 你对比一下 他第一次跟安倍的接触 包括 刚刚 也就一年前的事吧 跟这个巴欲 那般强势 想想 印了一个词 形势比人强 其实在最近 出现在 这种首脑间会议 接触的过程中 你还能看到的一个 是俄罗斯的普京 普京把习胖 晾个十分钟 是吧 都很正常 但是 他跟土耳其的 埃尔多安 见面的过程中 也有两次 比较失落的 这都是他 侵略乌克兰以后 导致的一些变化 那第一个呢 是 埃尔多安 在接见他的过程中 也把他晾了几分钟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双方的这个强势地位 发生了 利转 第二个就是 关于 这个 埃尔多安 又当选了以后 到索切呢 跟他有一个见面 在这个过程中 普京 出门去接 谈完了以后 再把他送出门 在门口还 讲不假式地聊了两句 这都是在 普京接待外国元首过程中 比较罕见的 因为普京有求于他 俄罗斯出产的粮食 差不多有一半 可以提供到 国际市场上 但是目前 他需要 土耳其的帮助 那么 无论是这个 习胖 现在的处境 还是普京 那给人感觉到的 这种变化 都在说明一点 他们正在扩张 自己的同盟 但同时 他们并不处于 强势的地位 尤其是在越南 这个问题上 越南最近几年冒出来 从这个中国 转移出来的产能 越南可以说 承接的条件 是最合理的 他有足够的人口 是吧 接近一个亿 他有足够的青年 其实我们也知道 越南人想改变 贫穷的这种愿望 几乎等同于 改开之初的中国 虽然它也是一个 共产党控制的国家 但它顶替了 中国在目前 这个贸易循环中的 这种地位 有可能 它会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国际资本对 印度这样的产业 可能转移的地方 其实已经很失望了 有一个是他的乱 这个从联邦到 到这个具体的下面 造商影子的这些邦 他们的政策 不仅急剧反转 而且甚至连美国企业 进去了以后 都有狼狈出逃的 就仓皇出逃的 给他折腾的不轻 而且事实上 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他们是最早一步 那六十年代 很多企业就已经 投资到了印度 但是 印度连续出现 很多工业污染 而且死亡人数 都非常高 高到几乎没有 一个企业敢于 在它那儿去扎根 就历史上 它并没有良好的 这种 承接产业转移的 履历 所以我们看到 对印度的产业转移 虽然集中了很多 国际资本的目光 但是对越南的投资 是非常真实的 而越南 正在向国际社会 展示一点 他们要进行改开 而且他们走的是那种 列宁主义 道路下的资本主义 他们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他们现在正在做的 是更加的开放 并且有可能 最终放弃 共产党的领导 跟改开之初的中国 八十年代的中国 给西方世界传达的信号 几乎是一致的 那在这个时候 中国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负资产 他不希望 跟中国走得太近 所以西方去访问 试图强化这个 中越之间的友好关系 给西方世界 看一看 就他还是能 跟这个越南和平共处的 甚至 有可能从事两党之间的 历史上的友好 对于越南来说 接待西方是迫不得已的 那展示跟他的这种距离感 其实更重要 因为对越南来说 他现在能够吸引到的外资 已经足够了 他目前能够承接的这些外资 在他现有的基础上 已经爆棚 但是他心里非常 想继续承接更多的 产业链 转移过来 所以他对西方的这种表态 这种肢体语言的反应 其实 非常真实的反映了 中越之间的关系 至少是目前的关系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